這兩個人本來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都會吵起來 都會這樣子 而且日子越久 就吵架的事情越小條 對啊 越無聊的事情越會吵 哪一天你走路的方式 走路這樣很醜耶 然後就吵起來了 你怎麼又痛風又發作啦 這也會有吵 這樣也可以吵 這很正常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至少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的EQ 有被萱萱給 因為萱萱調整得好一點 你是被她調整 還是被RQ調整 嗯 她已經有一部分了 然後我兒子更大一部分 OK 對 可是你剛剛丟出去讓她去撿 這樣比我罵她 正好 OK啦 因為她兒子不是這樣去撿 對啊 他還是這樣 姐姐來 姐姐你覺得弟弟這個脾氣的方面 從結婚之後有改善嗎 其實有啦 雖然不是對我跟我媽 但是其實她結婚之後 真的最大最大的改變 她說萱萱的耐性 其實她的耐性也變很多 你知道以前開車 她開車的方式是 不能被超車 對 就是她前面不能有車 以前不能有車也太難了吧 她前面不能有車 有車那麼大台 真的 在高速公路怎麼辦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打籃球的 在球場上面 我很難讓前面沒有人 以我的速度來說 對 對 以我跑步的速度來說 真的很難追上任何人 所以我只好在開車的時候 把它彌補過來 這是一種彌補的心態 開車比較快 沒有 可是現在 你知道現在她自從結了婚 有老婆有小孩之後 尤其是兒子生了之後 你知道她開車慢到一個 有時候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知道她都開在最外面 以前一定是開在最內車道 現在開在最外車道之外 你知道她大概就剛好 開在那個時速 大概90 然後真的有時候 然後在放那種兒歌 給她兒子聽的時候 我都好怕她睡著 因為她會跟她兒子一起唱歌 你哇哇這樣子 我就跟她講說 欸 你要記得踩油門喔 因為你知道車子 你知道旁邊那種 大概20年的Toyota 都可以超過去的那種 我真的覺得 欸 你到底有沒有踩油門啊 就她的 她的耐性變得很好 然後跟她兒子講話 也是變得超級有耐性 對 真的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變 對 有時候我開車開一開 我媽坐在旁邊 自己還會這樣 我說幹嘛 媽媽都嫌慢 她都嫌慢 連我媽都嫌慢了 有家的責任的感覺 對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如果可以 就是有機會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多舒服嗎 狂飆 脫了江的野馬 好舒服